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春老师 欢迎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台北股市间大抵 我知道很多人心情一定都很不好 不管你现在心情好不好 我是建议各位 盘市大跌对你有影响 那你要去思考 为什么这样的盘你怎么搞的 你一直在赔当中 那到底你要怎么样去反败为胜 这些东西我待会会 一一的跟大家去做解说 你要怎么反败为胜 所以你要先从盘市 它未来的演变 你再去看你要怎么去做操作 等一下慢慢我们一来解说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 今天整个指数是大跌 跌到最多跌237点 稍微有点下影线 不过也是跌了差不多200点左右了 对不对 好 那各位 今天你会发现到 不含电子类股的指数呢 目前大概是跌白一点嘛 不过它跌幅没那么重了 那你今天台北股市 所有的跌幅都在哪里 都在电子 有没有电子股跌最深 然后呢你再从指数来看 台股破重要的月线跟年线的支撑之后 上不去 有没有上不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 今天电子类股的指数呢 在创波段低点 盘还没有创波段低点哦 可是电子类股指数创波段低点嘛 对不对 这代表什么 你从去年11月份 你毛起来拼命买电子类股的 到现在为止啊 赔翻天啊 这哪个事实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怎么会盘又变成这个样子呢 礼拜五不是还涨100多点吗 对不对 那当然啊 很多人的讲法就跟那个 清明假期之前跟你说 清明过后要大涨 然后呢礼拜五涨个100多点 就跟说这里要绝地大反攻了啦 是不是 好啦 随便他们怎么讲 但是我跟他讲什么 我说危机并未解除啊 为什么我说危机并未解除 那结果台北股市间大跌 电子类股跌翻天 我跟他讲过 很多时候 股市上面的操作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懂啊 不是看涨说涨看跌说跌啊 不是你认为怎么样啊 很多东西 你要从国际金融的角度里面 逻辑性的去推它嘛 那股市涨跌都有理论依据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会跌成这个样子 而且电子类股市主跌的 其实它很简单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美国的高科技股还在跌啊 有没有 费神办脑体没有止住耶 那你现在前提能不能守住 现在都还是一问耶 当你费神办脑体都在跌 高科技股呢也破月线了嘛 对不对 好那重点来了 那为什么美国的电子类股 它是目前盘面里面最弱势的 为什么 我们来看嘛 四出都有阴啦 礼拜五美股的高科技股有什么点 联准会阴袭嘛 阴派袭击嘛 对不对 还是跟联准会有关哦 没错吧 结果什么华尔街薪金啊 三大指数是扣掉道琼哦 高科技股废半啊 这些啊 周线都吞黑 而且呢 这怎么办脑体 搞不好前提都守不住嘛 对吧 好那各位 所以呢当 美国的高科技股跌 啊所以台北股是电子类股跌 很合理啊 那为什么美国的高科技股它会抵 那因为跟联准会 的什么升息缩表有关嘛 对不对 好所以咧 我礼拜五我是不是用逻辑性的推演 我说未来的盘势跟股票的方向 你要看了懂国际金融你才知道 后面它会怎么去走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我3月2号就有跟各位讲过 这是一个恐怖的蝴蝶效应 什么叫恐怖的蝴蝶效应 我那时候有跟他说嘛 从战争到避险嘛 接下来通膨高涨 然后未来要升息 还要缩表嘛 那会不会经济停滞 这东西我们后面再来说 我们今天就把前面这两个 我们先去掉嘛 你现在通膨就没有办法解决啦 升息其实都还没有完全真正开始 现在已经造成什么 股市出现大跌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在之前 是不是都有跟各位提醒过 对吧 那现在这种状况一出现之后 它又引发什么现象 你看嘛 3月15号我有跟各位讲过 融资加比价台股补跌压力重 什么叫比价 各位 我们从今天的电子类股里面来看 电子类股跌什么 你看哦 这都是IC设计的个股哦 这都IC设计的个股哦 今天IC设计的股票呢 只有涨五支了 五档股票了 都小小的股票嘛 对不对 结果呢 一堆股票跌翻天嘛 我记得3月初就有人跟你讲 IC设计要大涨 就跌到现在为止 那当IC设计个股一跌下来的时候呢 又引发什么 高价的电子类股 也全部都在跌嘛 是不是 那为什么它高价电子类股 IC设计个股一直跌 当初我就跟他说啦 你看到那联发哥创波段低点 系列反弹又结束了 那你搭力光也创波段低点 是不是高价股的比价 就开始一路往下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 我们之前都有跟他讲过了 好所以呢 今天让你看到啊 为什么搞得一堆股票跌翻天啊 怎么搞得电子类股呢 还在一直跌 IC设计股一直跌 我上里边跟他讲 你这些高价股一跌下来之后 整个本益比全部修正了 那你现在不是 台股的电子类股本益比修正而已啊 当你美国的电子类股 费成半导体都还在创低点 那你台北股是电子股 要不要跟美国的电子类股 继续比价 要嘛 是不是 我今天不要去点个股啦 点了个股你心情也不舒服啦 但是我只跟各位说 很多东西我事前跟大家讲过了 只是你不听而已啦 也不能说你不听啦 可能你会得到的一些讯息就是 因为说表 因为升息 所以呢 电子类股要大涨 我之前有跟他说嘛 错误的分析啊 只是会让会员死光光啊 什么叫错误的分析啊 不合逻辑的分析啦 那到底谁解的对谁解的错 好 现在都有答案了啦 好 我们也不用 不用再去看人家怎么解啦 但是我还是跟各位说 接下来的演变会怎么样 你看喔 美国高科技股都在底 那因为你通膨的关系嘛 因为你升息的关系嘛 未来还有说表的议题嘛 对不对 那造成一些高估值的电子类股 都已经都在修正本一笔了啦 那你现在电子类股的分类指数呢 它是在创波段低点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呢 电子类股是里面盘 盘里面全重最重的 然后呢又是融资最多的 所以 后面的盘怎么解 你看喔 4月要提醒你 4月要小心杀融资 4月7号提醒你 杀融资是势在必行 对不对 那当你电子类股开始要杀融资了 后面盘会怎么走 1月11号跟他讲 这是恐怖的第一季 1月11号在这里嘛 恐怖第一季嘛 来到4月是第二季嘛 3月20号我跟他讲 这是更恐怖的第二季 有没有 都分析过了 4月6号我跟他讲 更恐怖的第二季 才刚要开始 为什么 因为他要杀融资 就是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的盘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自己的个股状况 我说句实话 你不参加头裤 你没有赔那么多 因为你听到错误的分析 因为缩表 因为升息 所以电子类股要大涨 是不是 你没有参加头裤 你还不敢买那么多 结果呢 你去跟到错误的分析 你老师跟你讲 这里要大涨 你买一堆了 你看买到现在为止 电子类股创破断低点 我是帮你还是害你 你自己都还知道了 那现在重点是 那你要怎么反败为胜 对 现在重点是这里 我跟你讲 你今天跟到错误的老师 就像你今天报到一档 错误的股票 要断头 要杀融资的股票 你不换 也是这样子 只有更坏而已 那你说老师那我现在到底要 怎么样才能够真的赚得到钱 或者是把失去的赶快搬回来 搞不好很多人都是退休心在那边玩 玩到最后为止呢 你还要去上班吗 好那各位 我跟他说过 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帮得到你 我解盘的目的是要为了赚钱 但是要怎么赚 你盘能够看得懂 你就知道趋吉避凶的方向在哪里 对不对 不对的方向我又跟你讲过了 电子类股就是比价往下 结果到现在为止 电子类股指数创破断低点 好那东西我们不要碰它 那你说这种盘是这么弱 还有这会涨的股票吗 好重点就在这里 趋吉的股票在哪里 这就是我一直跟他讲的 你要懂得资金的避风港在哪里 像这样的盘资金会往哪里走 你看今天盘是主跌电子类股 那不代表说其他个股要跌 好那重点来了 那资金避风港在哪里 各位 个股的方向 我早在节目里面提醒你的 而且不是涨上来才跟你说 我们直接来印证 到底我今天这样子带会员的做法 是不是你要的 能不能帮你反败为生 好不好 导播请播第一段VCR 谢谢 你整个四月份的操作 我预计了 因为你整个两年期跟十年期 公材殖利率 那个差距越来越小 你会不会在四月份出现倒挂 如果一出现倒挂 每股震荡就开始大了 那对电子类股会更不利 如果盘是震荡开始加剧的话 我跟他说 四月份要涨什么 就是跟你指数没有关系的 就是不受指数的影响 那这种比较筹码 比较稳定的个股 又不受指数影响的股票 除了我刚跟他讲 太阳能相关的个股呢 美国太阳能相关个股 再涨个0.5% 不到0.5%就创新高 所以太阳能你先在低档布局 那你整个四月份 还有一个族群要轮动 就在这里 你看哦 将近这一两个多月呢 整个量能都收到极致了 已经筹码陷入到稳定 而且股价在打底 这种不受盘势影响的股票 四月份他准备要走轮长 那我们会员呢 正在低阶吃货当中 所以不要每次 那个有最好的买点给你买 到最后能够让你大赚的机会 去措施掉了 好不好 这是我们在会员的操作方式 好 刚刚这段BCR在3月25号嘛 3月25号我已经跟你讲了 四月份的盘应该是 出现很大的震荡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呢 我跟各位讲的是 四月的选股方向 对啊 这种盘你要怎么去选股票啊 就是说资金会从哪里去跑嘛 你要去看得懂那个资金 它到底 它会去跑什么股票 废成办脑底都快创破断低点了 今天电子内股 已经让你看到创破断低点了 你觉得法人会 那时候会拼命去买电子股吗 不可能嘛 法人拼命卖 对不对 但它资金会从哪里流 我们来仔细看嘛 这档个股我们之前 早就在节目里面公开过啦 3月25号 我跟各位讲的下一个要轮动的方向 我说在生计 有没有 你看哦 3月25号我跟你讲的是亚诺法 头都没有 这段期间有多少老师看到亚诺法涨起来 跟你讲亚诺法 我们不是看到涨的时候我叫你去追啦 我是有能力在低档帮你抓标股的老师 为什么 我认证给你看 你看 3月25号那天还没有涨的时候 我就叫会员去买啦 有没有 我把会员的抗讯给你看啦 会员怎么做我就在节目里面怎么跟你说 所以还没有涨我们就开始进场去买 买完3月28号涨停 3月31号第二支涨停 4月6号第三支涨停 4月7号第四支涨停 上个礼拜五 4月8号第五支涨停 今天4月11号台北股市大跌 第六支涨停 同学们 标股在哪里 你想一下标股在哪里 我们在这里买的 一个波段起来标了六支了 总获利超过七成以上 是不是 你不就在找标股吗 一堆老师每天跟你讲电子类股要大涨 每天都有标股 标到现在为止你的股票一路冲波段地点 你还要被断头 我说你找到错的老师跟你报到错的股票是一样 你再报也是这样子 只有更坏没有更好是不是 所以呢你今天跟着做 结果第一档买完是不是一路狂标 你不太找标股吗 标股在我家了 而且像这样低档买完能够让你标一段的股票 我就跟他讲嘛 不是一档两档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2月份 过完年之后 全市场在低档带你做黄金概念个股的老师就是我 有没有 要空讯都给你看啊 那时候我做加龙嘛 低档买这里也要买嘛 那时候也是标了六字涨停买嘛 标了快七成啊 那结果呢 来到这个时间点你又发现到 同样我在低档买的亚诺法已经标超过七成了 老师说啦 讲这些股票对你来讲 你也来不及了啦 那怎么办 我再抓下一档嘛 重点是下一档在哪里啊 能不能再抓一档股票像这样子 低档买嘛 他就上去了 能不能像这样子低档买 他就标上去了 方向要怎么去抓 我礼拜我跟你讲过了啦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印证嘛 接下来的方向会在哪里 好不好 我们请导播再播第二段VCR 谢谢 我们现在开始去抓下一个族群 在哪里 在治疗 因为你未来两三周周 开始重症要出来啦 你一定要有治疗的方式嘛 对不对 那因为这次的病毒 它跟呼吸道有关 所以呢 跟整个呼吸系统 或是血氧相关的一些 治疗型的股票 它是接下来要轮动的方向 所以呢 我们的会员已经开始进场布局了 有些股票大抵完成 这是属于治疗型的概念个股 前面快筛型的股票 我们第一档买完创新高嘛 标了五成以上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的是 治疗的概念个股 所以呢 在它还在没有 公过警线之前 我建议你啊 有低点你赶快接啦 不要每次该做什么股票 你都迷迷糊糊的 等到涨上去标了四成五成之后 你要想说可不可以买 好 接下来的方向在哪里 我礼拜五跟他讲 接下来在生计里面 要涨治疗型的概念个股 为什么 我礼拜五跟他说嘛 你现在看到 哇那个确诊人数 都一直在增加嘛 对不对 那我说 我是以科B的看法为主啦 因为你从整个香港 跟韩国的发展模式来看 两三周以后全部狂飙 对不对 那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重症没有很多 如果重症真的不会很多 你想想看 香港的医疗体系怎么会崩溃 那都等到飙上来之后呢 开始中重症的开始人数开始增加 所以我说你第一阶段 你先去做快筛的股票 所以咧 快筛的个股 我们是低档买完 标了六支掌停摆 这些个股你来不及了啦 都已经标了七成多了 你要去帮别人抬吗 不可能嘛 所以你最近新委员 我要怎么带你做 我就说 我们去抓治疗的概念个股啦 但是治疗的概念个股里面还有分喔 因为这次的病毒 它主要是跟呼吸道有关 所以我礼拜五跟你讲 你就去看嘛 什么东西跟呼吸器 跟血氧是有关的 所以我介绍的是这一档股票 对不对 好那各位 礼拜五跟你预告嘛 我们直接先开啦 好不好 这是4.1.2.1的优胜 OK 好那各位 这是今天的优胜 盘大跌喔 股票照光掌庭喔 那会员怎么买 上个礼拜五啦 这是礼拜五 4.1.2.1的优胜 我在20亿元附近 我就叫会员慢慢买 优胜这个下影线 是我会员买起来的 涨停了 亚诺华买低点嘛 标了6只涨停板 2月份最标的股票也在我家 黄金贷链股低档买完 标了6只涨停板 对不对 那接下来新的股票呢 债工涨停板 我不是拿涨停板的股票来跟你说 我也不能跟保证说 我每天股票每天涨停板 但它就是涨停啊 因为方向正确 你现在还在做IC设计 你现在还在那边做电子类股 美国电子类股都快创波段低点 3月初买IC设计到现在为止的 已经快断头了 到现在为止你的股票一直赔 可是如果说你愿意去转换一下 整个操作的一个方式的话 我跟大家讲很多个股 你能够反败为胜 我们上礼拜五低档买完的股票 今天就送上去了 2月份最标的股票 在黄金概念股 我们在低档买 升级客股先涨快筛 快筛的亚诺法 我们在低档买 是不是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新的股票 还是继续往上供 所以我跟他讲过 你在担心什么 旁我看得懂吧 升息缩表 接下来未来联准会的动作 我早就跟你分析过了 所以我说这个盘播太好 当然你不相信 为什么 因为每次我讲这些东西 后面就有人老师跟你讲 这些东西夹夹起来之后 电子肋骨会很好 好啦你要信你就去信 到现在会员死光光了 你好事也不敢上节目了 真的啊 不敢上节目播那个重播 要让人家看到 哇你就是错的这么离谱 还在播重播 那个专业都是假的 那你还要继续跟 因为我跟大家讲的啊 够人走呀够人打啊 你好我怎么办 我能够帮你的你不来 阿哥一直害你的你偏偏去找 所以你要稍微转变一下 所以呢你现在整个 治疗型的概念个股 是不是上来了 对吧 好那各位 我跟你讲 这些相关的个股不会太多 接下来个股你要把握住 你在措施没有什么低点 下一档治疗型的概念个股 在这个地方 同样跟呼吸道有关的 同样跟这次的疫情 有相关性的 治疗型概念个股 下一档的优胜就在这里 你都会发现到 这都是底部打出来的股票嘛 但那一突破警线啊 这些个股就会像什么 像亚诺法一样直接飙上去啊 所以呢有些好的股票 你不低档买 你要什么时候买 这个股你要赶快把握住啊 当然你会说 老师现在那个行情这样子不好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各股一堆套牢的 我跟他说了 不用担心 我服务你到年底 好不好 行情不好做 你就跟着他稳稳荡荡的做 能做 有机会 我们就低档买 不好我们就先收一下嘛 对不对 那我跟他讲啊 50%伏你到年底 我们是富贵稳中求啊 你在担心什么会费的 我问你啦 光是亚诺法一支涨停板 你会费就回来了 后面全都是你在赚 而且你是赚到年底哦 你最近新加入的会员 我上礼拜五叫你去买优胜 结果今天涨停板 你会费是不是又回来了 后面全都是你在赚 所以有什么好担心的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反败为胜啊 你自己去想一下啦 老师跟到一些错误的分析啊 专业都是假的 你还分 你还在跟 所以 富贵稳中求 50%伏到年底 接下来要标的股票在这里 赶快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所以呢 广告自购 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优优胜 保住您不再旺独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肖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伏到年底 50%伏到年底 您很有限 额满皆知 速播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你们知道吗 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 是什么是什么 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 就是 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 那会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可大了呢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前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 负完全责任 做认可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力义务 满下成年的第一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间大比 我知道你心情很不好 但是如果你是我会员 你不会心情不好 你高兴得要死 为什么 亚诺法我们第一档买 已经6支涨停满在创新高 超过7成 这就像我们之前2月份去买 黄金概念个股的走势模式是一样 有没有 也是标了6支涨停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 接下来要去涨什么 涨治疗概念个股 优胜 结果呢 兼优胜 涨停满 礼拜五进场去买 有没有 我都在帮你抓市场轮动 那这些个股如果你都错失了 我刚刚有跟大家讲 下一档的优胜在这里 治疗概念个股 你不要等到过景线标出去 你再来追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认为还有一档个股 因为最近这种快塞的概念个股 我觉得它不会结束 但是快塞的概念个股 剩最后一档 还在低档的股票 这是下一档快塞的攻击股 最近法人都在偷吃 技术面已经来到要攻击的状态 所以好好把握 低档不会太多 再错失就没有了 OK 好 我们手上还有那个什么 太阳能的概念个股 今天也创新高 有没有 我讲一下指数 今天指数我们有稍微强反弹 赚了77点 上个礼拜我们有赚一个流仓160点 OK 好 所以不管股票或期货 我们都是双赢的 想满败为胜的 服务你到年底 好不好 50%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我们富贵稳中求 稳稳荡荡的赚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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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运达投资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